- 紅色! 遇見陳鳳來 觸摸天地間 歡迎回來仙劍奇俠傳 那今天我們不打架也不收看 我們還輕鬆閒聊兩個有趣的話題 都是跟路板有關係的 那第一個的話是在前陣子的時候 路板出了一個道符文 我們第八的符文 那這個符文出了之後 目前有多了兩個新神柱 那這兩個新神柱的效果也都還不錯 對於賽場上的環境影響還蠻大的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新符文 道符文 然後再來的話是新角啊 除了算是第七隻的陰陽角吧 就是我們這隻陰陽龍葵 如果你有看過仙劍3的那個電視劇 應該不陌生啊 就是流石飾演的 有藍龍葵跟紅龍葵 那平常說藍龍葵是很可愛可親 就是很可愛的 然後變成紅龍葵之後 整個變得超強勢 那這個的話在之前 方式武林吧 也有類似的一種角色 他就是把兩個角色 雙子我記得 他就是把兩隻角色合併在一張卡上面 然後效果的話 有些可以做切換 那有一些會按照不同的一些條件 然後會去 有些不同的一些爭議啊 簡易的效果 那他的技能也出來了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算是第七隻的陰陽角吧 然後看看他的強度如何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新的符文 這個道符文 那目前的話 總共有7個符文 立民體 精氣神跟運 這次出了一個道 那多了兩隻新神柱 一個叫勾芒 他是增加暴擊暴傷 而且可以增加15%的暴擊 20%的暴傷 這個真的是超級強的 風雷隊的必要啊 這個勾芒 來看一下他效果 然後再來是法法啊 這個是神牛 那這是神牛的這個效果 來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這個勾芒啊 這一看就是風雷隊的啊 長了翅膀跟雷震子一樣 然後這是道根法 那就是戰鬥開始的時候呢 自己的暴擊率會增加15% 行動後如果暴擊的話呢 自己的暴傷再增加4% 然後可以疊加 然後最高到20% 持續到戰鬥結束 所以如果你是風雷隊啊 或是吃暴擊的一些角色的話 這個暴擊率增加15% 喔這個真的超級強 比那個 欸比那個什麼強啊 我記得目前的那個 呃神柱來說 有加暴擊的 是不是那個暴靈啊 看一下喔 那個 有點忘記 欸不是神柱圖鑑 我記得增加暴擊率 喔是這個啦 賀靈啊 增加到最高啊 開始的時候是12% 是12% 但是呢這個呢 啊四星的這個那個勾芒呢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15% 而且暴擊之後還會增加暴傷 所以之後的話 這種應該會被淘汰掉啦 這個 只加暴擊率啊 這個有加暴擊跟暴傷 所以如果你是風雷隊的玩家的話 啊這機會可以弄一下 然後再來是這個啊 神牛啊 這個神牛 看起來有點不像牛啊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熊 不知道是什麼概念啊 這是那個角 然後他的那個技能是 怒光的時候呢 有25%的概率 會偷取別人怒氣值最高的一個角色 當前怒氣值的50% 50%的怒氣值可以偷人家的怒氣值會不會太奇怪 最多的是400點 喔很猛耶 你一隻角色放招可以偷人家怒氣值 然後又可以偷到最多400點 那等於別人如果被偷低於1000的話 那等於就少一次怒攻 所以這個在散場上環境還蠻影響還蠻大的 然後每偷取100點怒氣值的時候呢 使目標下一次的怒攻傷害還會降低 那一個單位每一個 看還好啦 有回合數的限制 我想說如果沒有回合數那不是被偷光了 所以有回合數限制的話 如果你放兩三 放多數可能也就沒有用 我本來想說如果六隻都放神牛那不是超強的 沒有啊 一個角色一個回合只會被偷一次 不過這個還是還蠻強大的啦 有沒有 這個新神柱 這個PVP 打架什麼都拿出手 因為他可以偷 偷 偷怒氣值嘛 這很實用的 所以這次這兩個新神柱的話 風雷隊 這個攻防是一定要的 然後神牛的話 一般來說是給輔助用 可以偷怒氣值嘛 因為輸出角的話 一般神柱都是以輸出為主 一般都是放在輔助角 所以像王蓬序啊 這些每一回合可以增加那個實條的話 你還可以偷人家怒氣值 這個是還不錯的 好OK 這是我們的神柱的部分 來再看一下我們的新角 我們這個龍葵 來龍葵跟紅龍葵 那他是屋系的 他是屋系的 要特別注意一下 目前來說 法屋是最多人在 就是輸出啦 以輸出跟那個來說是最多人在用的 好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第一招 然後怒攻雙選月 傷害提升跟多段攻擊 藍龍葵的時候呢 打敵方全體一個傷害 有失出發概率 會造成一個清算 攜帶者的話 造成受到了直接傷害 會提升20% 直接傷害啊 所以跟那個風 應該跟那種風雷隊比較有關係吧 就是跟爆擊那種 就跟火毒隊就沒什麼關係了 持續兩回合 那如果你是紅龍葵的話呢 對敵方全體造成一個七段傷害 然後木曜會隨機 那攻擊的話是150%的傷害 沒有一個負面效果的話呢 攻擊力會增傷5% 然後等級2的話是 傷害係數增加 然後等級3的話 清算的一個效果會提升 然後再來的話是 等級4 藍龍葵這些係數也會提升 等級5 藍龍葵啊 清算的那個攜帶者 受到直接傷害 會由所有清算者去平均分攤 哦 猛哦 哇這個清算這個效果增傷 增傷完之後再給這些去平均分攤 所以如果你的角色只有兩隻的話 這些傷害只有兩個人去探的話 其實還蠻可觀的 然後紅龍葵的話 是擊散目標之後呢 立刻回復滿血 哇 立刻回復滿血 所以他也要撐輸出是不是 他只要能撿到頭 他就可以回復到滿血 哎呦很特別哦 有點強 好這個是他的那個技能 然後到等級6的話 每攜帶一個那個清算的目標 陣亡的時候呢 說其他所攜帶的目標啊 直接受到百分 呃血量上千的10%的增傷 那紅龍葵的話 是擊殺一個的話 怒攻多段數量 呃那個段數再加2 原本是只有7段吧 然後每殺一個變 再加2變9段 嗯很猛啊真的很猛怒攻的效果 然後再來是那個他的普攻效果啊 打單體的話 係數會增強 然後降防15%降攻10% 然後最高的話就是降防25%降攻15% 這個還蠻 雖然說只有普攻啊 但是這兩個效果 降攻降防其實還蠻好用的 好 然後再來是3技能啊 被弄的技能 開場觸發的時候 自己行動後 會獲得25點的靈力值 我還有靈力喔 現在還有靈力這個東西 獲得100點的靈力值會進入 靈力充沛的一個狀態 自我 行動之後呢 立刻消耗50點靈力值 召喚紅龍葵上場 追擊一次怒攻 不消耗怒氣值 靈力充盈的情況之下 他獲得靈力均視為益處 每一回合選擇生命值最高的 獲得這個效果 然後龍葵行動之後呢 如果他的血量比例高於自身的話 得會恢復他攜帶的一個比例 這什麼意思 然後無視治癒跟受療的一個加成 就是開始的時候選定一個角色的生命值最高 給他這個東西 那如果他的生命值比大家高的話 他就會就是 他是不是有點像那個均平均負的概念了 就是把人家生命值比較高的 把生命值拉過來跟我們平均 做平均的一個概念 這個到時候再看看這在幹嘛 然後再來是這個等級3 有方行動之後呢 龍葵有35%概率獲得25點的靈力值 如果靈力充沛的情況之下 每一出一點的話 會轉化成為10點的怒氣值 所以他靈力值越高的話 他除了可以放招 他還可以轉化成怒氣值 好這是靈力值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等級5 透過這個恢復血量的時候呢 將恢復血量轉成一個治療效果 還可以治癒友方 血量最低的兩名俠客 哇 這會不會出來以後 那個風月如就沒什麼概念了 就是未來他可以補血 然後又可以打人 然後又可以那個追加怒氣值 然後又可以降攻降防這樣 然後再來是 紅龍葵施展怒氣值的時候 那個施展技能的時候 獲得天心的這個效果 受到致命傷害 消耗全部靈力 無視於該那個傷害 然後最多消耗50點 不可被驅散 直到這樣結果最後可以點3次 就是保你一命啊 保你不死啊 當你受到致命傷害快要死掉的時候呢 直接消耗全部靈力 無視該傷害 可以保 這是有保命劑啦 所以活應該還可以活得下來這樣子 唉唷還不錯嘛 有傷害有輔助有保命 那都OK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雙 欸雙旋月喔 沒了沒了沒了 就是這個 那以上是陰陽龍葵的技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實際長什麼樣子 啊這個是陰陽龍葵啊 這個是藍龍葵 跟我們的那個紅龍葵啊 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聽說第二絕招還能變身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哎呀雙旋月 喔好帥喔 哇 紅下去 喔多段傷害 七段傷害 哇秒殺 然後變身 紅龍葵 哇 天鎖斬月 哇好猛喔 哇 這個藍龍葵跟這個紅龍葵 哇 藍龍葵 哇多段傷害 打七段有沒有 1234567 七段 然後藍龍葵打完之後 變身 紅龍葵 追加傷害 喔還有治癒 他有治癒134萬的那個治癒 哇 不錯不錯 啊感覺很有搞頭 啊很有搞頭 啊這個我覺得 先不看他搶不搶啦 我覺得可以 變身就跟那個 煙煙與江湖的那個 那個拜尼納一樣有沒有 打一打可以直接變身 喔我覺得發現 現在的角色還是要有些 那個特特殊角啊 看起來比較帥一點 OK 就這樣啊給大家做個介紹 啊陰陽龍葵 大家如果你是大老玩家 啊你覺得剛剛的那個 變身攻擊 然後再加上他的技能還不錯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目前可能還沒那麼快出啦 陸白你才剛出而已 到時候我們應該是 先是那個陰陽 那個李易如才對 好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今天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新神柱 然後還有新角的一個介紹 然後如果有 興趣覺得 可能會需要的話 可以開始存 欸也不要那麼快存資源啦 不過還是可以先存一下 過來的話 你可以直接抽他們這樣子 好那喜歡的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宣老 來收看 下次有再見